大家好,这一期课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LateApp的存储 在7Mod的状态下,怎么去创建一个NFS的共享服务 OK,这是我的GateHub GateHub里边的,这是我的账号 这是LateApp的一个板块里边的7Mod这个文档 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这里啊,从创建AGBR 我讲一下这个逻辑啊,我们看一下我的一个托普图 那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托普图啊,这是7Mod的啊 这是CMod的啊,那其实7Mod呢 所有的服务呢,所有的这些底层的物理的这些 AGGR,RateGroup啊,以及我们的Disc 对吧,磁盘呢,这些都是基于什么,基于控制器的 那在我们CMod里面呢,它的结构有所不同啊 它的这些什么端口啊,AGGR啊,RateGroup啊 以及AGGR啊,Disc这些都是基于什么,控制器的 这些物理的,还是基于控制器的,那网上层,它的服务 还有券,还有这些什么,逻辑的端口,利辅,对吧 NFS,Safes,FibreCello,以及我们的ISCASI这些服务呢 都是基于什么,基于我们的存储虚拟机的 Story及Virtual Machine 这个存储虚拟机呢,它又是基于我们控制器的 它的内存CPU,以及它的根券 都是从我们的什么,这个load里面去获取的 然后呢,服务呢就是基于什么,我们的它 所以说,网上啊,网上逻辑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基于SVM的,网下物理的东西呢 都是基于什么,都是基于我们的控制器的 对吧,存储控制器 这就是CMod和7Mod在架构上的一个本质的不同 好,那我们在7Mod里面如果要配置NFS的话 首先我们肯定要有Agg,对吧,数据的Agg,以及什么 当然底层肯定要有磁盘啊,readgroup啊 这些,首先从划分数据Agg开始 然后往上呢,划分Volio,以及配置端口的IP,对吧 OK,那我们来讲一下,在7Mod下面怎么去创建这个NFS的服务 那以此类推呢,Safes也好,ISCAS也好 都是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哈 OK,我们来连接一下 回到我们的这个gethub的命令行哈 然后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这个一台跳板机 去连接我们的一个FAS240的物理的存储 它的这个SP的IP和用户名哈 NAROOT,然后IT,它的IP是6.104 好,进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去System Console去连到我们的on tape系统 好,直接进来了,因为我们以前进来过吧,应该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啊,discshow-v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头呢,是应该,我们不知道哈 我们看到的就是磁盘的owner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System ID System Config-A 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等它跑一下哈 那System Config-A 那System Config-A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硬件的一些配置 特别是我们的什么System ID 我们就可以知道磁盘的归属了,对吧 那我们的System ID是这里哈 因为我们是用System ID来给磁盘划分owner的 只有这个磁盘属于某一个控制器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给它做什么 做AGGR,做Volume OK,它是一层一层的哈,先是disc 然后是Grid Grid的group 然后再是我们的agreg 然后再是我们的Volume 一层一层往上推的哈 我们的System ID是288,OK 那我们看到288的盘是这里哈 这边,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我们aggr aggr status 这边是-2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属的这个盘哈 它的盘呢是有三个盘哈 来,这三个盘 做了什么,做了我们的系统的 on-type系统的根捐 也就是我们的aggr0 来做的我们的rootaggr 那还有一些热背盘哈 我们已经画过来了哈 热背盘有几个,我们看一下 1,2,3,4,4个热背盘 我们现在有10个硬盘哈 十个硬盘每个头取了三个硬盘 来做系统,然后还剩四个硬盘 那我们把这四个硬盘给到了一个头 就是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币头哈 这个0币的这个头 2400币,好 我们这个盘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要做什么 aggr,对吧,我们知道了它的归属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aggr这个创建哈 创建create aggr1 我们只有aggr0嘛,对不对 aggr1是我们的数据的aggregor 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参数是给它的名字 对吧,create创建名字 然后-r是什么呢 -r是我们red group的磁盘的数量 对吧,因为我们 多个硬盘构成了一个red group 多个red group构成了一个aggr 对吧,那我们 aggr,我们red group的硬盘数量 我们给3,对吧 然后呢,red的类型type 对吧,t是type red 4,我们给4吧 就是一个校验盘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参数是数字哈 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aggr的总的磁盘数量 那我们总的磁盘数量是3 我们的red group 一个red group的磁盘数量也是3 也就是说我们aggr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red group 如果这里给6,那就是两个 6除以3吧,就是两个red group 就这个意思 好,我们来试一下啊 回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aggr status-r 我们来看一下aggr1 对吧 哦,f是什么 f是看它的什么 有没有坏盘嘛 那我们要看什么 -r,看它的磁盘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里是一个校验盘 两个数据盘 我光标的位置 两个数据盘 ok 这就是看这个aggr 我们已经做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sperl盘 我们看整个的sperl盘-s 那sperl盘只有一个了 刚刚我们有四个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校验盘 数据盘和sperl盘 这些都是要有什么disc owner 那我们怎么看呢 disc性-v 首先要是什么owner 才能去划分什么aggr ok 那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一个热备盘 然后三个 三个是构成了我们的read4 就是aggr aggr1 对吧 它的它的级别是 v的4 对吧 这里有啊 v的4 ok 那我们有了aggr之后 我们再去创建卷 好,这边呢 是怎么去看aggr的一个可用容量 我们再看一下aggr show 下滑线 space 然后-t 就是以tb的方式来看aggr1 我们看看是三个t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去划卷了 当然这里还讲一下 43和44行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给一个aggr扩容的问题 你可以加磁盘的数量 也可以加指定的磁盘 对吧 -t就是指定的磁盘 我们在画aggr的时候 也可以用指定的磁盘来画 那如果我们磁盘的数量很多 然后类型都一样的话 我们直接给数字就可以了 这样更方便嘛 好,我们来画volume 好,volume create 那肯定要有volume的名字 对不对 volume01 对吧 然后呢 再给什么 volume是从属于哪个的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volume volume是从属于aggr的吧 对不对 一个递进的关系 从下到上的基础关系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给了这个volume的名字 要给什么 给大小 我们给一个t吧 OK OK,我们好像有点问题 看一下 哦 没有 先要给aggr的名字 是不是 aggr1 然后一个t 三个参数 volume create 就是第一个是volume的名字 第二个是aggr的名字 第二个是aggr的名字 是吧 aggr的名字 第三个是什么 是大小 OK 好,充电完了 我们可以什么volume status 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了volume status 有了一个什么 volume01 对吧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大小的话 就是volume size 这个volume01 我们看到它的大小 还是size 对不对 1t 有1t的容量 OK 好,如果我们要给它扩容的话 就很简单 我们做一下扩容的话 比如说size 你可以sizevolume01 然后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比如说200g 对吧 他就是200g了 是吧 你再去看volume size的话 就是 你看 就是1.2t嘛 就是1200多g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怎么去创建volume 怎么去创建 扩容volume 就这么多 好,OK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去创除一个volume呢 先要把它offline 然后再把它distort 创除aggr也是一样的哈 前段的应用删掉 对吧 应用断开 然后它的服务删掉 对吧 nfssafety的服务删掉 停掉 然后把它offline aggr 然后distort 都是一个逻辑哈 OK 然后呢 我们要看 我们还有一个要素 就是要有nfslicense 我们要看一下license license license show 对吧 那我们这里没有license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去添加这两个safes和nfslicense 我们可以添一个 好像第一个就是nfs的哈 我们添一下 license是根据记录存储来的哈 这个是要去买的 我们这套是实验的存储哈 OK 然后我们把它添进去 然后再license秀一下 这几个元素是 你看就有了nfs啊 几个元素缺一不可哈 先要有aggr 要有volume 要有license 然后要有配置文件 对不对 那我们配置文件是怎么配的呢 默认哈 它都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sports 跟我们linux里边的 有在期末里面 跟linux是差不多的哈 我们rdfiles 读出来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去读一下这个sports 你看默认 你看这个volume 要默认就有了是吧 它有了一个全网段的可读可写的一个 一个策略哈 这个导出的策略哈 那我们要把它覆盖掉怎么做呢 我们就这样哈 我们要给它只给100网段 我们就把这一条复制一下 就是一个sportsfs-p 然后呢给什么参数 对吧 系统的只读的可读可写的 给到100网段对不对 然后根就是你客户端的linux 可以用根来访问 用根用户来挂载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粘贴过来是吧 好这个时候 我们在artify读一下啊 这个是artify 你看它把以前的给你什么 这里我光标的位置哈 把以前的给你注释掉了对不对 然后有了一个新的看到没有 就这个这个网段的啊 也就是说允许100网段的 在linux的客户端来挂载我的这个nfs 我的共享目录呢 就是volume下面的volume01 它是这是它的一个路径哈 ok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什么nfs在期末上面的配置 就算完成了 记住要先有aggreg 再有什么volume 然后再有license 还要有什么这个exports里面的配置 好 我们再到我们的一台linux上面来 这台linux呢 先要安装什么 nfs的一个工具哈 utls 好这工具其实已经安装了的啊 已经安装了就是这个utls 你看它说已经安装了 安装了这个呢 我们去show mount 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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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点什么 100点多少 对了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ip哈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参数就是ip 对不对 要有个配置有ip的 ip怎么看呢 ifconfig 减多少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10 10a 对吧 因为我们10a接了网线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的ip是多少 是100.30 ok 这是一个数据口哈 这是一个数据口 如果你要配这个ip怎么配呢 你就setup去配 对吧 它会就是让你去配每个端口 但是你端口第一要连网线 第二 你通过setup去配置 ok 好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比如说你以前配过的哈 你就回车 然后呢 它会弹出来是不是 你看 主机名 你以前配的这些就不用了哈 不用配的 你看有的就不用配 你看这里就让你是输入什么 10a的ip 就在这里配 然后它会让你再输入10b 10c10d 你有的端口它都会让你输 那我们要配的就配 不配的就不配 就输n就可以了 ok 好 这是我演示一下哈 contract c 这个配了要重启才是生效 这个就是怎么配7more下面的端口 破 物理的破的什么ip地址 有了ip地址你才能够去共享 对吧 好 这个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哈 这边我已经配好了 是吧 那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配了 这边我们去30看一下哈 哎 你看 他这里说什么 他说有这个调用有问题哈 我们看一下 展示一下 我们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哈 看看30 ok 我们看 稍等一下哈 再来试一下哈 我们去找找问题 看是哪里的问题 xpotsfs-a 让它生效一下哈 -v 这边看一下哈 它有这个输出哈 有这个输出 我们看看哈 是哪里的问题呢 ok 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哈 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哈 我们先pin一下吧 pin一下这个 100.30 还可以评通哈 然后我们去再试一下 它的NFS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共享 那默认的共享之后呢 你在这边来修mount 减这个IP地址呢 它就会有一个every run 就是都可以 那我们来挂载一下 我们可以挂载一下 比如说191.168.100.30 冒号 volume下面到什么 volume01到mnt 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哈 它有些网络可能有些问题哈 那你就可以把它挂上来哈 我们暂停一下 那虚拟机的问题哈 我换了一台虚拟机哈 换了一台虚拟机之后呢 我安装了一下这个 重新安装了一下这个 NFS的这个我看一下哈 啊 重新安装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NFS UTS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挂载上了 看到没有 这里 show mount这个存储的IP 然后它是every run的哈 然后又挂载上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哎 最后一行啊 已经挂上来了 看到没有 1.2个T完全没有问题哈 完全没有问题 呃 我们再把它卸载了之后 重新演示一下哈 卸载 卸载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来给它重新演示一下 我们 这个 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默认的哈 给它改一下 看行不行 我们rd rdfile 这个etc的export 现在默认是这样的哈 默认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到100网段 OK 好 然后我们再来 export export fs-v 把生效一下哈 减V 哎 你看了 现在是这样的哈 100网段了哈 然后我们rdfile etc export 是 那这行被注死掉了哈 默认的这行被注死掉了 然后我们 把它弄到下面来 这里哈 就这样的 我们看能不能 能不能挂载上哈 我们再去秀一下哈 哎 你看 这个时候秀呢 它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这样哈 就是100网段了哈 然后我们再去挂载哈 再去挂载一下 哎 没问题哈 再看一下 OK 我们100网段的挂上来了 我们再去里边 db 一下 if 等于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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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vv v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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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v vvv vvvv 这就是我们演示了一下 怎么在我们的存储上去共享一个NFS 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的Linux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inux的版本 这个是个Synthos的虚拟机嘛 对不对 它去挂我们的存储 OK没问题啊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我们存储端呢 就是这样的啊 它的export文件就这样的 OK我们就演示了一下 怎么去配置我们7MODE的NFS共享 然后最后看一下TOP图 就是基于什么 基于端口的IP 然后基于控制器 基于Volio AG家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